欢迎来到警报现场 我是主持人台湾警报社长林一林 今天我们要带所有的观众朋友 进入一个机器人的奇异世界里面 我们邀请国内研究机器人 非常专精的老师罗仁权教授 在我们的节目中 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我们先进一段VCR 我们来看一看机器人 到底怎么样来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全球高科技产业之供应链分工机制下 最底端的代工组装制造 由于利润很低 为压低成本多数工厂移往大陆 若有可持续24小时重复性工作 不会抱怨的机器人协助完成 将大幅提升职业安全与员工生活品质 让年轻人有机会 以及时间从事更有创意的工作 目前我国智慧型机器人产业 正处于成长阶段 若能于此时投入更多资源 加强前瞻关键技术的开发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并强化技术人才训练 奠定产业发展之要素 并能为台湾找寻到 下个世纪星兆元产业的契机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题目 是智慧型机器人的奇异世界 机器人从开始发展到现在 其实我们已经从工业型的 一个机器人的运用 进入到现在服务型的机器人的运用 所以机器人在我们生活中 真的是越来越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机器人而且有点像人 他能够听得懂我们的话 而且能做出适当的反应 我们今天要在节目中 好好来探讨机器人的世界 当然最重要就是说 到底有一天机器人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 会不会我们变成失业了 我们的节目中 特别为您邀请到 台湾大学电机工程系 中生特聘教授 罗仁确教授 在我们的节目中 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机器人 罗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罗教授最近这么多年来 主持有关于机器人的展览 或者是全国性的大的展览 那么展览出很多很先进的机器人 你也研究机器人很多年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您是一个电机工程的博士 那现在来研究机器人 你觉得机器人所包含的专业 到底有哪些领域 看一部机器人 那它要走动 所以它要走动的话 它就必须要有机构设计 对 它甚至于说 甚至于两个轮子 四个轮子什么等等 都需要 甚至于要有脚 走路这样子 所以甚至有六个脚 像这些都是叫机构设计 那机械工程就一定要进来 那要让它动 就一定要有马达来驱动 驱动马达是一定要靠驱动器 驱动器上面要有控制器 控制器是由这个电脑来控制它的 我们PC或是怎么样来控制它 这样子把它结合起来的话 它就整个就会动 但是它动的过程 它就必须要去感测周遭的环境 它要放很多的感测器 比如说它就跟周遭表示说 它有距离多远 有没有障碍物 然后这视觉来看看 哪里有没有障碍物 它可以过去等等 所以这个感测器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有了感测器这些都有了 那换句话说就要软体 软体就要资讯工程这方面的 人家把它关进来这样子 然后机器人不但要接收 外面的讯息进来 同时也要 它也要把讯息pass out出去 所以要跟外面来通讯 那现在我们讲的是智慧型机器人 那换句话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叫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这个智慧型机器 就是说这个人工智慧 要把它关进去这样子 那未来更需要的就是 好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之后 那跟人来互动之后 就一定要了解人的情绪 然后这个要跟人一起工作等等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认知科学 心理学都要进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波罗 波罗蛮多的科技在里面 刚刚我们听到罗教授所谈到里面 就包括有电机工程 包括结构 包括电脑 包括电 还有包括通讯 这些知识跟控制都要进来 那要不要把心理学放进来 对 心理学也要放进来 甚至于未来在制造它的外观 美学也要进来 然后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 那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人 人类65亿人口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长得都有点不太一样 换句话说 他们的每个地区的文化 跟艺术 还有这个 都把它贯注进来 所以机器人也会有 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 都有不同的特色 台湾引进机器人的历史 要不要简单说一下 好像之前是只有在工业上用 那后来就进入到服务型的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 现在也许我们一般观众 以及一般人大众 所知道大概就是 看了比较多的就是工业机器人 有时候会看到说 哇 现在做一部汽车 好厉害啊 它那个焊接全部装配 什么生产线 都工业机器人 看到的都是单支arm在那边跑 对 一个手臂 手臂就是它可以随时program 然后它有多轴 比如说最少我们的六轴 多功能 多用途 这很多 现在这是工业机器人 对 现在另外一支 现在就是发展 未来这个我们叫服务型机器人 就是智慧型的 对 服务型 要帮人家服务 就一定要有智慧 否则你这笨笨人 你要服务我什么东西 服务型机器人 那服务型机器人的话 它就是有两个领域 一个就是进入家庭来服务 比如说进入家庭以后 来帮你清掃 清掃机器人 来做一些厨房的服务 或者其他的一直在继续做研究 在开发不同的服务 进入家庭 甚至于在进入家庭做保全 保全 还有这个 保姆 保姆也可以 保姆也可以 Education 就是Education 跟Entertainment 就是教育 娱乐 那小孩这么小 甚至于它可以教他英文等等 然后还有益智活动 比如说给他Game 那就是小孩在这样的互动 玩游戏 玩游戏等等 还有老人 老人有什么需求的话 他都可以 所以服务型在家里的这一中 另外就是在Medical Robotics 就是能够进入医院 再帮助医生手术 帮助医生手术 帮助医生 医生来做手术等等 还有很多这个 譬如说这个远端遥控 你家里 或是说这个阿公阿嬤在医院 但是你又没有时间去看 但是你可以用机器人可以一直走 走到你这个病房 你可以微默地跟阿公阿嬤 透过机器人 然后跟阿公阿嬤讲话 互动 有意思 然后他也可以阿公阿嬤的影像 也可以传到你家里这一套 所以很多的应用 陆续陆续一直在 整个情境陆续在开发 是 所以刚刚罗教授提到说 如果我们住在美国 住在别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机器人 帮忙我们跟家人互动 是是是 但是那机器人还是照着我们的意愿 是是 要说什么话 或做什么动作 好像我们真人在一起 我想刚刚罗教授所提到 机器人的发展里面 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很最大的 一个里程碑的发展 就是说 机器人开始可以辨识人的脸 除了听懂人的声音以外 也能够辨识人的脸 这些我想都是电脑科技的发展 然后甚至更新的技术是 它可以有七种表情 我想请罗教授跟我们说一下 机器人现在也有表情 然后也可以看得懂 人的脸就可以 像刚刚提到保全 如果有坏人进来 这个脸不认识 就会通告 对 我想这个 现在机器人 现在我们通常都给他装上 这个camera 就是我们的这个相机 就是像我们的眼睛的过照 就是相机 基本上类似 所以一定要赋予它有几种功能 一个功能叫做这个detection 就是侦测 侦测 就有陌生人 他马上人一一动 他就会侦测 他都看得懂 侦测以后 他找到他 侦测他 他认为是 是他的主人 或者是 晚上的话就变坏人 或者是怎么样 那就是能够侦测 他就track it 就是追踪 追踪以后 他就同时在追踪的过程 他就给你辨识 他自己 我们database里面 就有辨识 就跟他比对 他就知道 这是谁是谁 对 对 你刚才讲的这个是表情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既然要做service 就不要冷冰冰的 平常我们看到机器人就是像太空装 装起来 然后就没什么表情 这样子 只会讲话 但是就没有表情 现在所以我们尝试者 现在就很多的研究 尝试者说做得像人一样 但这工作很困难 你说真正说要把一个人做出来像他这样子 比如说蜡像都做得已经很像 但是还有一点点不像 比如说还要让它动 蜡像是不动的 对 那我们这个是会动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展的就是 里面装了30颗马达 还研究了一下解剥鞋 是在哪里来牵引 什么等等 那些技术 还要协调 还要控制 还有这个整个顺序 所以我们这个喜怒哀乐 还有这个什么 会喊痛 会觉得说好恶心 什么样 总共七个表情 你也许在哪里看过 在看到 这个就是说 未来 人这边 我机器人这边 我看你的表情怎么样 sad 今天情绪不好 有时候他会安慰你 像是多有趣 以为这种家庭 他就变成 就是说 就越来越 越有人性化 我想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所以刚刚 罗教授跟我们提到说 那个机器人 在我们家里面 他有表情了 会跟我们互动 然后也提到说 他可以辨识人的脸 就好多人的脸 都可以看得出 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我们家人还是外人 那么就能够达到保全的效果 那刚刚教授所提到这些 好像也就是这些年来 我们在机器人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成果 那在这样的一个 发展的成果中间 您刚刚提到 头里面有30个马达 那怎么样做成 越来越像人的样式 就不是机器 而是机器的人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的努力 您刚刚提到 是不是有点困难 刚刚说像蜡像 我就想起之前 去美国的迪士纳乐园 看到林肯的演讲 演讲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蜡像 坐着 然后就站起来 然后就有手势 哇 吓死了 像真的一样 那像那样子 也算是一种机器人吗 早期的 对 它也是算机器人 这个是在美国 有一家机器人公司 它是专门跟迪士纳乐园 有这样contract的去制造这机器人 好 我们就以那个为例子 那现在就是 因为就是把当林肯来看的话 所以你看它是整个手动的协调 讲话的手势 然后脸部的表情 它都要把它做出来 但是它的整个表情 没有我们现在做的表情这么多 那是比较初期 我不知道现在进展得怎么样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比它 它当初做的还要先进 就是说更多表情 但是把它套上头 然后再加上肢体的话 现在我们自己 我们研究室现在也在做 这个叫做 类人类 类人型机器人 有手 有脚 那多数多数就是可以 甚至于未来 我现在想说 我们的手臂现在 已经可以 你教它一次以后 它就会跟着弄 以后莫扎特 那个音乐 就是那个乐团 它都可以指挥 你教它一遍它就会做 以后变机器人来做指挥 那就很奇怪 非常有趣 我想今天我们谈的话题 真的是非常有趣 智慧型机器人的奇异事件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稍微来继续来讨论 到底机器人有多贵 我们也要讨论一下 这个机器人到底几岁 它人工智慧到什么程度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